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击毀了两栋建筑物 殲灭了乌克兰军队超过600人 不过乌克兰总统就指控莫斯科一边宣称休战 另一边还在攻击民用设施 事实上这两栋大厦是什么呢 这两栋大厦其实就是大学的校舍 而途中所见就是路透社 路透社有记者在附近 我们即时赶去 事实上这两栋校舍被袭击 其实是一个民用设施 但它里面根本上就是没有军人注册 就是说没有受伤 没有血迹 没有成 全过程拍片就是说这单是假新闻 你就真的射了大量的飞弹去摧毁了两栋根本上就是空市的建筑物 里面并没有他们所称的就是乌克兰的军营或者军事据点 中国的小粉红打了飞机 你看俄罗斯出力了 你这西方国家哪里顶得顺 一片叫好声中 事实上这段就是假新闻 路透社是进入了里面 是拍到没什么破坏 也都没有消防员 也都没有救护车 各样都没有 那你问俄罗斯一边就说 哎呀我们要停火76个小时 一边就发射飞弹 一些完全都不可靠也都不可信的政权 你就看得到是发生什么事 而在这里无非就是做了一个大内宣和大外宣 所谓的大内宣和大外宣 就是告诉大家听 我们是有还手之力的 我们还有火炮的 但是你情报这么不准确 空闸两栋空置的大楼 就当死600人 事实上 俄罗斯这场仗根本上没有胜算 因为最主要就是GPS定位 自从沃克兰有了声援系统之后 它是可以干扰到你 更重要 就是根本上 很多俄罗斯军人根本上没达标 就是所谓的训练不足 在上次沃克兰对俄罗斯的军营 空闸的时候 死了几百名的俄罗斯军人 就是他们在他们的军营那里开手机 开手机的时候 被人家卫星监察到 接着火箭就来了 但是对于沃克兰来说 沃克兰有两万个军人 是直接去了德国 去了法国 受训 学习最先证据武器 以及战术 所以沃克兰的军人 是绝对这样 对这些所谓的防护意识 防范知识 是很聪明 和很谨慎 这场仗 其实由军人的质素 和外宣上高 你就已经分出了胜负 今天是一月头 三月尾 这场大战 就会可知分晓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